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wordcloud的一个应用 跟之前我们这个eChat差不多 那么也是另外一个可以独立应用的一个python程序 那么它这个功能呢 就是帮我们生成一些指定的一个样式的图文 什么样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官网 大家可以看到你基本上在百度上 你搜一下wordcloud 第二个呢 这个wordcloudpython document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叫做帮助文档啊 或者说叫文档 当然它是英文的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绝大部分呢 它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它其实都有代码 所以你只要大概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 把代码拿过来用就行了 那么左侧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些具体的api啊 就是一些代码使用的一些厂用的方法的介绍 那么当然还有命令行的一些接口啊等等啊 最主要的是这个啊 它有一些例子 我们通过例子来了解 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那这就是打开例子之后显示的 其实大家现在右侧看到这个呢 就是它能实现的功能 就是这个一个叫词云啊 叫wordcloud 就是词云 用词来做的这样一套东西啊 那这样一个一个单词 当然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英文单词啊 这是通过单一单词来做的这么一个圆形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可以有什么样呢 还有这种啊 这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例子啊 所谓最小例子 你看一下代码啊 往下滚动 下面就有代码 其实你把这个代码复制过来啊 就能形成相应的结果 所以的话 而且这里边还有特别多的注释啊 如果你要是读不懂注释呢 把它在百度翻译一下 是吧 也很快能上手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学习方法 当然下边呢 你还可以下载 对应的这样一个代码啊 直接运行就行了 是吧 你都不用抄啊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 先了解它能干什么 然后我们再说怎么样来学习它啊 那么它基本的呢 首先是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 呃 样子的这种词云 相信大家可能在一些 比如说知乎啊 论坛啊 或者一些博客啊等等 是吧 经常有人用这么一个东西 要么做封面 要么就做讲解 要么可能做一些统计分析啊 看起来就好像挺极客风的 对吧 那而且呢 非常有科技范是因为 它把一些特别重要的呢 用比较大的文字来表示 而且这个颜色呢 还有不同啊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 有层次感的这样一个效果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最小案例之后呢 它还可以干嘛呢 大家看这个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小女孩 旁边有个兔子的样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啊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黑色的 这样一个图片 当然不一定非得是黑色啊 只要是白底就可以了 上边的颜色呢 只要有颜色 它都会把这个颜色添充文字啊 就形成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这种叫遮罩的形成了一个词云啊 这种遮罩的效果 大家以前学过ps或者什么都了解 对吧 就是只需要有一个这种蒙版的 这样一个处理 只要旁边是白色的 就会在这个区域呢 形成相应的文字 那么它直接可以通过程序 帮你来实现 中间的文字是它来提取的 两个图片的合成 或者说文字和这张图片的合成 也是它来做的啊 这个大家看一下 它能做这个事情 还有呢 就是它还可以设定颜色啊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遮罩的方式来实现的 但是右边这个小女孩 你可以看出来 她的裙子的颜色有点发粉色 对吧 身上的这个裙子呢 相当于是蓝色 这个围裙是粉色 那么生成的这张图片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一部分的就是蓝色 而这一部分呢 就是粉红色 所以它是可以根据你图片自身的这个色彩 来去定制你左边这个生成瓷云的一个颜色分布 那这个呢 就叫做按照你这个图片颜色啊 来进行涂色的这么一个瓷云 还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这种啊 来个叫emoji啊 用emoji的这样子的一些图标啊 比如笑脸啊 这种图标 来去帮你和这些文字来做一个这种穿插啊 这也是可以做 还有的话就是这种啊 这种的话就是定制啊 定制颜色 也就是说你这里边想用什么颜色 就用什么颜色 大家看 这个就是你想要的颜色啊 还是这个你想要的颜色啊 所有的颜色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来进行定制 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这种啊 它叫做create word cloud with chinese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中文 能不能用 刚才都是英文啊 能不能用中文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例子了 可以用中文啊 大家可以看到下边是鲁迅 对吧 那上面呢 这其实就是孔一级里边的一些字词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下边写的啊 是RQ啊 孔一级啊 还有单四嫂子等等 这样的一些可能文章吧 我没具体看啊 那大家就把里边提出来一些关键字啊 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那大家看到它形成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其实形成中文也是可以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了 当然这个中文呢 你可以看到下边 它这个例子的代码特别特别长啊 比我们今天要讲的例子还要长得多 所以呢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们从头到尾呢 把它给精简一下 让大家能实现 就是通过一个图片的遮罩 来实现这样一个词云的 中文词云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大家看啊 这个鲁迅呢 它其实是一张长形的图 你仔细看能看出它有边缘 背景是白色 所以它最后形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鲁迅的左侧这个地方 仍然有母亲啊 记得啊 这样的一些字啊 所以这地方首先要给大家说的是说 这个代码怎么写是一方面啊 大家一定要在生成词云之前 先把你的图片先处理好 背景只有是纯白色啊 也就是警号加三个F纯白色 如果你想要鲁迅的 这个周边没有东西的话 那你需要用PS或者其他工具 把它抠图抠出来 然后用背景为纯白色 来把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对吧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这个地方不会出现这种阴影啊 否则大家看到这地方 我们是肉眼看可能是白的 但是在程序识别的时候 这还是有一些内容的 所以的话 它就在这个地方 给你会放一些文字啊 形成最后整个的这个图形 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 或者说那么清晰啊 所以这是给大家说的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图的准备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学习呢 其实它还需要很多准备 这包括这上面说了啊 那你要想要中文的话 在这儿 你必须得要先安装一个 叫做接把啊 接把分词这么一个库啊 接把大家知道啊 就是中文里边的那个打磕吧 是吧 说话呢 就是一个词一个词 往外冒的那种说法 就叫接把对吧 那么有一个库叫接把分词 就是能把一句完整的一句话 它把每一个词给你分出来啊 所以就像接把一样是吧 一个词一个词的冒出来 所以你得装一下这个库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程序里边 给大家演示一下 到底怎么样应用它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豆瓣 佛拉斯克里边好了 或者说你也可以打开我们之前的那个例子啊 就是直接再新建一个demo啊 我就在这里写好了 那么点右键啊 我们新建一下 比如说在这地方我选择一个python file 因为它是一个单机版的程序啊 那么我写一下这个东西 比如说叫test 像画线 或者直接大写吧 cloud 测试一下词云啊 那么这个词云呢 我们需要引入刚才说了几个库啊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接把 那注意这个接把呢 并不是系统默认的 所以大家要先安装一下啊 点这个import setting啊 不对 点这个 setting啊 点这个地方 setting 好 选择这样的一个project 下边有一个project interpreter 是吧 选择这个 然后在地方点加号 在这地方搜索 接把 接把分词啊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 旁边显示0.4.0.42.1啊 就是这个版本 中文的这样一个分词工具 那么我们点击安装 啊 我这显示installing啊 就是安装了 但大家的话呢 应该是正在安装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已经是在这啊 接把 就已经有了啊 OK 所以大家呢 自己去安装一下啊 叫接把分词 好 那接把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边 我们需要使用这样一些绘图工具啊 所以我们要引入一下 叫做 mate plotlib 这样的一个库 从里边呢 import in一个 import in一个pyplot 这样的一个 模块啊 我们给它起个简短的名字 as 比如说plt 后边我们就用plt来指代了 那同学写到这的时候 可能会有波浪线 是因为这个可能也需要引入啊 比如说你copy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还是 setting啊 你可以在这地方 添加 粘贴 比如说你在这儿 再写一下啊 mate plot lib 就这个 大家看到啊 就这个 安装一下就行了 所以的话 我们在这儿呢 也安装好了啊 在这儿 叫做mate plotlib 就这个啊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需要安装的库 还有吗 还有啊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叫from word cloud 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wordcloud 这个库是肯定得要的 是吧 引入一个wordcloud wordcloud 好 但是这个库啊 大家看我这儿报错了 什么意思啊 这个库呢 也正常应该是可以从这儿引的啊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添加 你写个wordcloud 大家看有的啊 你点击安装 1.6的版本 这是最新的版本 刚才你在官网上已经看到了 对吧 点击OK 大家看到我下边正在安装啊 你可以等一下试一试 看你能不能装得上 如果能装上自然好 但如果装不上呢 也别担心 因为很多人都装不上 同时说为什么呢 你看我这儿又装的失败了 你点击一下 他说你在这儿呢 尝试着使用一个命令啊 从你的系统的这个终端来安装 确保你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pipe的版本来安装啊 也就是说他总是安装失败啊 如果你安装失败怎么办呢 给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法来安装这个wordcloud 那么一种方法呢 是你在这个地方点开这个terminal啊 那之前我们给大家说过啊 在这个地方你安装和你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相当于是命令提示服务下安装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操作 你也可以在这点右键选择运行啊 在这儿用command的方式啊 在这个地方操作 这两个地方写起来是一样的啊 我为了方便展示呢 我就在这里写了啊 那在这地方写什么呢 首先你要升级一下你的pipe啊 Install pipe 就是把你自己的pipe先给升级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地方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我这已经是最高级了啊 就是现在的最新版本了 所以呢不存在再升级的问题 那么建议你呢 有可能需要升级的话 先执行一下它 执行它完了之后呢 你要安装一下这个wordcloud 那安装文件在哪了 这就想给大家说的 其实在网上呢 有一个网址啊 它上边会给你下载 这个单独的一个安装文件 我就不在这儿给你这个展示出来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找到了这个网址啊 就这个网址 我给你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也就是说当你装不上的时候啊 你可以考虑这种方式啊 哎 没复制上吗 我们再来点一下吧 直接点击 打开链接 哎 就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它直接有个wordcloud的 当然最上边我不是这样找到的 他这儿 他说这个地方呢 按official啊 非官方的windows binaries windows的二进制文件 对于python的extension package 一些扩展包 也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 这个非官方的windows的这个扩展包 你可以在这儿直接下载单机版的 那么怎么下载呢 你在这个地方啊 它下边特别多 大家看这个滚动条就能看出来 特别特别多 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啊 它是按日期来索引的 有很多 所以的话你直接在这儿 control加f搜索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就搜wordcloud 哎 你看你写完了之后 它说有14项 其实你点这个就帮你定位过去了 点它一下 哎 大家看 这就是wordcloud的相关的包 也就是说当你有的时候下载一些包 下载不下来的时候 可以在这儿试一下 那么在这儿的这个包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版本呢 我们现在都是1.6版 是最新版 那么怎么选择哪一个文件来下呢 哎 注意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才是关键 看一下你的python是什么版本 就下哪一个文件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在这儿呢 用这个命令提示符执行一下 我在这儿写一个python python 这是我们第一课的时候学到的 大家看到我这儿写的是python3.7.1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选择这个cp37 就选择这个37就行了 你看它前后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3.7版本 你就下载37 如果你是3.8版本 你就下载38 就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了为了方便大家呢 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下好了 在我们这个文件 tool里边 在这个地方 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这个第三方模块 3.7和3.8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大家在群里边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说是吧 你可以知道 当然如果同学说 我不是这个Win32的是吧 我是AMD 我是64位的 那你可以下载其他的 我准备的是这个Win32 这个版本的 当然你如果是Windows64位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的话 你可以自己根据你的情况来试用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World Cloud的一个安装的问题 那安装怎么安装具体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界面里来 我们可以在这书写 也可以在我们外边书写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得把我们这个文件 你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路径下 比如说我们这要 我安装的是37 比如说复制 可以把它尝试放在地盘的根路径下 方便你安装 比如说在这地方 我们直接到地盘 是吧 CD D冒号 杠 那直接在这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就是Pipe Install 直接在这地方写一下你这个名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叫Word 是吧 你可以提示一下 按一下Type键 就帮你补全了 直接回车 大家看到 这样子的话 你就执行好了 你这样的一个安装过程 那么就安装完了 所以当你这个 我这都已经是安装过了 所以的话 它显示这个 Required Already Satisfied 都已经安装过了 那如果你正常安装 也是一样的 就安装完成 那安装完成之后 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同学可能跟我一样 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环境 那么你刚才在命令提示符下边的时候 它默认的那个路径应该不是你虚拟路径 所以如果你那个安装的是这个过程 不是在你虚拟环境安装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系统里边这儿还是看不到的 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在这个项目里边来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单独来的话 建议你切换一下你的这个安装的 这个我们的解释器啊 因为刚才我是在这个默认的 命令提示符下安装的话 它是安装的这个解释器的 这个包的管理路径下了 所以你切换一下啊 切换到这个安装的这个 之前我们环境变量配置的那个解释器上 那同学有的同学是跟着我这个项目一起来做的 没有分这个虚拟环境呢 那么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你像我刚才那样安装以后 就已经可以直接用了 我说的是有些同学用的是虚拟环境啊 因为之前看作业的时候 差不多有不到十个同学用的是虚拟环境 我提示一下 因为你在命令提示符下安装的 它使用的是你环境变量 Python的那个解释器 所以安装的包呢 是在那个路径下 你要变更一下你的这个解释器 那如果是正常着跟着我做的同学呢 那么你直接更改一下解释器就可以了 安装完了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啊 这地方他说有一个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word 那你写个 你看他自然就有提示 所以当你这个引入这个word cloud 或者说安装完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会正常的显示这样的灰色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应用 那除了这几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呢 其实就还有一个from pil啊 这样的一个cool 我们import 叫image 这个是做图像处理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我们这个python里边 应该是默认自带了 所以的话在这里边你可以自己尝试的看一看啊 这好像不用引入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numpy啊 这numpy呢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直接给他起个简单一点的名字 比较np啊 这是干嘛呢 这是做矩阵运算的啊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名字啊 这不是叫from 这叫import啊 引入numpy啊 起个别名 然后还引入什么呢 还引入的就是呃 如果你需要把我们数据库里边的这样一个内容 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字词组合的话呢 你肯定还得需要一个sqlite对吧 所以在这地方我选择这个啊 那么这几个包呢 希望大家能先准备一下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呢 我先给你注释一下 说一下他们都是干嘛的 这个呢 就是分词的啊 就是把一个句子给它变成很多很多个词 就是干它的 那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做法呢 就是绘图的啊 绘图 但是绘什么图呢 它绘的图就跟我们这个eChars有点像啊 它是数据可视化啊 就包括什么可视化 点状图啊 折线图啊 柱状图啊 等等 所有的这些科学绘图 但是它跟eChars不一样 它不是用在这个网站上的 它是直接生成一个具体的一张图片啊 所以很多科研的这个这些数据啊 都是用它来生成图片的啊 所以这个呢 是绘图功能 那么这个呢 大家知道了哈 就是磁云啊 用它来帮你形成这样一个 有遮罩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个呢 是图片处理啊 这个图片处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啊 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以至于现在官方都 基本上把它当做默认的 一个图形图像处理的 这么一个工具了 那么它这个好用 就是说它功能很强大 但是写法很简单 比如说帮你做一些图形的虚化啊 做一个什么 比如说验证码啊 做很多图片的这种 后期处理啊等等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库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这个呢 是矩阵运算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需要进行中文的这样一个显示啊 它需要运算这个空间 那这个大家知道了啊 数据库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开始正常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呃 词云的一个生成 但是我们说词云 前提得有词 然后才有云 对不对 那么词云的话 我们先把我们数据库里边这些词查出来啊 为什么我说还在这个下边来举例子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数据库了啊 我们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用一个数据库连接 先把我们要查的东西给弄出来 那么前边的代码呢 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sqlite.connect 然后直接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就叫movie.db 连接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通过cur等于cun.cursor 来获取游标 然后接下来的话 sql我们直接查询 那这一次看你想要做哪一个词云啊 我们这个字太多呢 估计也显示不出来多少啊 因为这个空间有限 我们就直接查这个instruction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select instruction from movie 250 当然还是一样的 我建议大家能把这个去测试一下 到底能不能查出来啊 因为据我了解我自己好像这个单词在之前建表的时候好像写错了 所以我们还是确认一下 在这点看一下我们这个main 在这你可以点右键 script 点击这个相关的generator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个generator点出来啊 它下边有一个框 一样的 你看一下这个内容 对不对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叫instruction 我把它复制过来 copy 点右键 然后粘贴 past 你看确实啊 instruction 不知道怎么着 反正当时可能拼错了 所以建议你呢 选择这个的时候啊 一定要试一试 把这个统一一下啊 否则在这儿出错的话 这有点影响后边的一个进度了 所以select from这张表 就是把它全查出来 好 查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呢 执行一下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cur.execute 执行SQL 执行完了这个data啊 注意一定要把它变利出来 所以我用text等于双引号啊 一个空的字符串 把它变利出来呢 大家也知道是吧 foritem in data 冒号 我们用这个text 给它全都连起来 所以的话就是text 加上我们这个item 这个item呢 它第零个元素 就是我们查出来的元素 好 执行完了之后 大家知道了啊 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长的一个text 当然你可以在这地方把所有的这个打印出来啊 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item0啊 你可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测试一下 print item0 当然你也可以在最后呢 把它所有的都执行一下 先看看数据库连起来了没有 大家看啊 我们这确实是都已经查出来了啊 这下边每一行啊 就查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进行词云制作的一个基础啊 当然这地方也有一些空字符串 没关系 对吧 反正我们是给它想要连成一个字符串的 那这样连的一个效果呢 当然你可以再把这个 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 这个到底连好了没有啊 你在外边可以给它打印一下 比如说print 打印一下这个text 这次我们再执行一下点邮件 大家看 这个连完了之后啊 就是这样一大堆的字了 但大家也知道词云 你是要按词来进行统计的 这个东西谁知道你这哪一个是个词啊 对不对 这助你早安 到底助是词 还是你早安是个词 是不是 这个概念不用我们多操心啊 这个接八分词会把这个按照词频 比如说哪一些 比如说这两个字 是不是经常当作一个词来用 它自己是有词频统计的 所以自动的会把那些高的这种词 比如说罗利是个词 还是小罗利是个词 你都不用担心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把它全都打印出来看一看啊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直接使用就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词是准备好了 别忘了 把我们这个数据库给关掉 对吧 所以在这呢 cur.close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 我们的con 结束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数据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在这儿注释一下 准备 词云 所需的 这个文字 或者说是词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只是准备好了字啊 还没有分词呢 所以在这地方呢 可以分词 那分词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cut 它就等于接8 这样的一个库里边呢 就有个叫cut 它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词给你分开啊 那么这个分开呢 你可以让它显示出来啊 比如说我们就print 你把这个cut打印一下 你看看是什么 当然这上面这个呢 就可以注视掉了 你看一下这个接8分词分的效果 哎 你看到了吗 它显示的是个tokenizer cut 它是一个对象啊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的话 你还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打印出来一个具体内容 是吧 但其实不是啊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来做一些这种拆分啊 或者是什么的 它里边有一些方法啊 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啊 比如说我们先变一下 比如说叫stream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空格 把它一个join 给它拆出来啊 然后我们在这地方呢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stream的一个长度给它打出来 至少你知道它分了多少词吧 你可以先打印一个stream 先看看效果 哎 大家看 这就是它分词以后的结果 你可以对照着原来的那个词 你看它每一个空格 其实就是帮我们分出来的结果 希望 让就是一个词啊 人是个词 自由 风华绝代是个词 一步是一个词啊 其他像这个刚才我说的 罗莉是个词还是小罗莉是个词呢 他说小罗莉是个词 是吧 怪叔叔呢 怪是个词 叔叔是个词 所以通过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来啊 挺有意思 他就是把整个刚才我们那些字呢 全部按照一个词一个词的把它分开了啊 好了 那这个分开之后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来统计词频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个词啊 Lens 没有提啊 Lens 执行一下 大家看是5693 还记得之前我在网页上写了一个数字吗 对吧 就是这个原因啊 一共有5693个词啊 我们要对这三 这么多词来进行一下统计 那么既然有了词了啊 在这地方注视一下 这叫分词 分词 当然这个作用不仅仅用在这儿啊 大家如果你以后什么时候需要很多词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下 这代码非常简单 对不对 就两句话 就把这个词给弄出来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地方来进行一下我们这个绘图了 那么首先呢 准备一张图 对吧 这个image image什么意思啊 其实是准备一张我们这些遮罩的图啊 所以我们用image 刚才引进来这个叫open 打开一张图 那这张图哪来呢 还没有是吧 我准备了一张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 在我们这个工具里边 前端 给大家准备了一张素材 当然相信大家PS水平肯定比我高啊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眼 你自己可以随便找一张图啊 随便找一个什么样类型都行了 建议呢 这个轮廓清晰一点啊 那么有一个轮廓 然后后边用这个白色的一个背底 给它做出来就行了 我这呢 就做了一棵树啊 那其实就是圆圆的一坨啊 那把这张图呢 我复制过来啊 复制 放到我们这个项目里 当然这放到项目里 你放哪都行啊 如果是为了后边 我们这个项目 你可能还要做啊 还要用的话呢 想动态生成呢 你可以放到我们这个 asset这个里边呢 有个image啊 你可以放到这里 但如果你说 我就是想临时测一下呢 你就放到我们这个根路径下 也行啊 都行 比如说我们这个 放到image里边啊 past ok 那如果你放到image里边的话呢 那么这叫tree.jpg啊 你这地方呢 打开这个路径呢 你就需要写一下 我们当前的 这样的一个路径了 对吧 那么当前这个路径是哪呢 比如说我写个r 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从我们当前 这个文件夹开始啊 我可以折叠一下 就它所在的文件夹开始 往下走啊 或者说当前路径下 你可以在这呢 点击一下explore 大家看 它所在这个路径下呢 就是有个static static里边有个asset asset里边有个image image里边呢 有我们这样几张图 有这张树啊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在这 把这个路径给复制下来 就是这儿啊 复制 好 关掉 我们在这写个r呢 就是把这个杠号呢 就不用去管它转译字符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 你可以在这写个点啊 点 当前这个程序所在的文件夹 下边的static 下边的这个里边 然后杠 那它下边的一张图片啊 比如这张图片 刚才叫tree 哎 你看就提示出来 说明它找到了 我们就打开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打开之后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图像竖组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词云里边呢 它需要统计 我们这个图片的一个显示的 这个位置 所以它把它做成竖组的样子 所以呢 这个叫np啊 我们刚才说叫矩阵计算的这个 里边有个array 可以把一个图片变成一个图片竖组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 呃 imagearray吧 就是把它做一个转化啊 在这地方呢 给大家注视一下 将图片 转换 为竖组啊 竖组啊 然后它好进行相应的计算啊 那这句话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是打开图片 打开的是哪个图片呢 遮罩图片啊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我们有了数组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做这个词云的一个对象的封装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词云呢 就叫word cloud wc啊 它的这个对象呢 就叫word cloud 那这个对象里边呢 有一些参数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呢 来输入 比如说我换一下行 在这里边呢 有几个参数 比如说背景色 background color 注意这个背景色 不是你那个遮罩的这个 遮罩这个必须是白色 这个表示是你输出的这张图片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输出一张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输出也是白色吧 这个white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你那个要进行遮罩的图片是什么 那么就叫mask 这个遮罩的这个图片 那大家也知道遮罩的图片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书组嘛 对不对 那不能直接用图片 它得用书组啊 所以你给它一个遮罩的一个文件 好 都好 那除了遮罩文件以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你现在用的一个字体 你这个当前的这个显示 要使用什么样的一个字体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foundpass 就是你这个字体的文件是在哪呢 你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就叫微软雅黑 比如说微软雅黑 这样的一个字体 那么点要写上后缀名 比如说ttf 这样的一个内容 当然你是其他字体 你就写其他字体就行了 那他说这字体去哪找啊 字体的话呢 我在这帮你找一下好了 你想知道你那个下边有什么字体啊 在c盘 在这个windows下边 windows下边呢 有个font 你写个杠啊 你看有个font 他要装载一下你这的字体啊 我这字体有点多啊 大家可以看了有这么多字体 也就是说你在这想用什么粗体啊 你把这个名字啊 重命名 或者说你点属性也行啊 你把这个地方 大家看 点ttf文件 对吧 你就直接把这个名字复制一下啊 复制 然后把它放在那边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 刚才那个程序啊 在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你想让它是另外一个字体 粘贴啊 比如就这个字体 当然我这有的字体不见得你有啊 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去找一下 这路径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把它注视在这里吧 方便大家查看啊 这个字体所在位置 字体所在位置 当然这个字体 一是必须得存在 二是你这个字体真的得是有效的啊 就是说你是显示中文的话 最好是个中文字体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出错啊 咱们试一试嘛 对不对 建议你选择你那有的一个中文字体啊 好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象呢 就已经封装好了啊 那么封装好这个对象呢 你其实可以直接在后边加点来进行操作啊 它是一个不停的去返回当前对象的一个过程啊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下边呢 就直接用wc点都是一样的 其实你在前边写后边写都一样啊 你看你写个wc点 它有个generate 这个from text 第一个就是啊 就是你到底要从哪一个这个文本来生成一个新的wc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选择一个刚才我们的一个stream 就这个文本对吧 它要的是一个切好的词啊 注意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段文字 它要的是切好的词 所以我们把这个词放进来啊 这就是词 那么在这个词里边呢 我们想要绘制图片对不对 所以呢你这个对象先准备好了啊 就这个wc对象啊 先准备好了 那绘制图片怎么办呢 哎我们在下边啊 就开始准备绘制图片了 绘制 绘制图片 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准备好分词 第二步呢是生成好我们这个相关的遮罩的这样一个图片啊 设置好背景色 设置好相关的这个字体 准备开始绘制 那么这个绘制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比如说我们先来一个对象啊 叫fig 它是通过刚才我们这个plt啊 我们刚才说到 它是专门进行这种相当于图像绘制的 它有个叫呢figure 这样一个方法啊 一呢就表示是找这个第一个位置是吧 来把它绘制出来啊 plt.imageshow 它直接呢就开始给你显示出来 我这张图片了 对吧 那么显示 按照什么样规则显示呢 按照这个词云的这个规则 wc啊 按照它这个规则呢 来把我们这个显示出来 那么显示出来呢 plt啊 在这里边是不是显示这个横纵坐标轴啊 axis 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显示坐标轴呢 off 不显示坐标轴啊 这个注视一下吧 是否显示坐标轴啊 是否显示 坐标轴啊 我们不显示坐标轴 因为就是一个单一的一张图片啊 好 那么这就已经可以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比如说 plt.show 我们就显示出来啊 绘制好了 显示 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下边显示一个5693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那分词的那个数量 紧接着右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就显示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 哎 这个效果怎么会这样呢 哎 首先啊我们这个整体的思路是对的 对不对 整个的这个效果出来了啊 我们这个下边的这个树的结构是没问题的 然后上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方块啊 那为什么没有正常显示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一个字库啊 你如果用了一个不是支持中文的呢 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来改一下 但是在这个画面里边我想跟大家说 他这个怎么出来的啊 怎么出在这儿来呢 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显示的这句话的一个作用啊 他就是把你当前这个图呢 绘制到了他这样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显示位置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现在的一个分辨率啊 他是640乘以480png的啊 不知道这分辨率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啊 如果你觉得不满足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啊 所以他现在呢仅仅是在我们这个程序里边显示一下 并没有保存保存成一个文件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plus的一个输出窗口 大家可以了解啊 这前边呢 他没有显示这个数据啊 这后边呢 就是我们显示的图形 好 你可以把它关掉啊 我们关掉 现在回来改两个地方啊 第一个地方呢 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 他具体的 这个叫字体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 就叫微软雅黑 所以比如说啊 微软雅黑 第二 tdf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先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大家看 他说 no such file a dictionary 没有这个啊 也就是说 我这写的这个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啊 之前我看到 我们这边 好像是有一个字库是 我找一下啊 它是这个字库啊 我复制一下吧 是Ctrl V 啊 粘贴 好 我试了一下 好像这个字库呢 是我这有的 执行一下 你看这个效果就可以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看看你那是不是也有这个 ms啊 这个微软雅黑 叫这个名字啊 ms YH 就是Microsoft的雅黑 是吧 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你自己的那儿去搜一搜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字库 啊 这样的话呢 你看你字库就能正常显示出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出现刚才很多小方块呢 就说明你的字库是有问题的 字体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字体选对了 图像就有了 但这也只是有一张图像啊 怎么样可以把图像保存成一张图片呢 哎 同学说我用文件输出啊等等 不用那么复杂 人家这个PLT那么经典 对吧 在这个地方的话 人家自己就有一句话 就可以搞定这件事情 这儿呢 我给你注释一下 前面这句话呢 是显示生成图片啊 显示生成的词云 词云图片啊 接下来呢 输出文件啊 输出词云图片到文件 一句话 PLT.save Save Fig 这前边这儿写了一个 句号 好 SaveFig 在这后边呢 你要保存的这个路径给它 比如说你要保存在当前的这个文件夹下呢 算了 我还是保存跟那个Tree一个文件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把它生成在它一样的文件夹下去 放到这个地方去 好 当然它不能叫Tree啊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这个叫Word 就是我们这个词的一个JPG 那么默认呢 它的这个分辨率 是400DPI 如果你想要让它清晰一点 你可以在后边射 比如说清晰度高一点 500啊之类的 好了 那么后边是指的清晰度啊 你可以不射啊 没关系的 这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输出了 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执行一下 点右键 RAN 好 左边这个分词已经结束了 好 程序已经执行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emage下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多了一个Word的JPG 双击 哎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张图片 当然我这个分辨率设的 你看现在就变成了3200乘2400啊 如果你觉得是分辨率太高呢 你可以降一降啊 它默认是400 我刚才提到了500DPI啊 所以这个这个有点高啊 但是没关系 就这样啊 所以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接八分词的一个应用啊 就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当然呢 参考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成功 你还可以在这里边进行更多的定制 比如说刚才在这里边我定义了字库 定义了这个颜色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官方的这个例子啊 官方这里边其实还可以定制更多的一些信息啊 左边这有一个它的一个这个接口啊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里边的例子 再做出你更多你想做的一些效果啊 比如说在这里边的这些图片以外呢 比如说我刚才没有测这些颜色对吧 那比如说我没有用这样一些图标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在这里边根据自己的兴趣啊 再去定制更多的一些信息 包括后边这个绘图啊 这个PLT绘图也是非常强大的 大家自己可以上网上去搜一下这个PLT啊 他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在这呢 把这个World Cloud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刚才这个例子呢 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写一写试一试啊 因为这个例子所生成的图片会作为我们刚才这个写这个豆瓣的里边的一个元素啊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berry 继续 试